狮子后,吴伟硕,我是安平台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本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所写的 是在2013年出版的一本书 它名字叫做《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 我是前几年看到这本书的 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说实话 我是惊了一下 因为这本书所写到的东西 在今天中国居然全部都实现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实看问题一定要怎么样的 不受意识形态左右 去看具体的事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让一个人能够进步 走出实乎实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现在很多人太容易的是怎么样呢 看到一个观点 连后接受了之后 其实自己就不再思考了 那么在这儿我们说一下 李光耀先生 尼克松有一本书 叫做《领袖们》 他有提到李光耀先生 他说是小国大领袖 那么在1993年 刘鹤见到了李光耀 当时李光耀用中文跟他说 他说刘鹤 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 十亿人口的城市化 足以改变世界 但是你们的压力 是实无前例的 李光耀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 他甚至在6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 对于中国的崛起 就已经是绝对确认的 他为什么能够确认 其实他是对中国 这几千年来的历史确认 所以说看问题一定是应该 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问题 如果你紧盯着 这过去一百多年 中国的落后挨打 而认为 中国永远是如此的 那你应该去多读读书 多看看历史 在刘鹤斋这本书里面 提到了相当多的问题 我想摘的几点来跟大家谈一下 第一个 其实中国的能够走上 这样快速发展的道路 最重要是一个邓小平的问题 邓小平把人的思想解放了 原先我们被很多的意识形态所束缚 而邓小平把这个意识形态的枷锁 给解开了 我们从中国的发展的实际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大规模的一个巨大经济体 从最初经历了危机和重创 这个危机和重创 不仅仅说是文化大革命 包含了两次亚派人战争 包括了甲午海战 包括一次大战 二次大战 国共内战 经历了这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对于中国以前传统思想 应该哪些需要接受 哪些需要改革 必须要形成非常大的 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社会共识 才能够让新的思想 获得光电一般的传播速度 才能让真正的伟大历史人物出现 正确的重大决策 使得思想解冻成为发展的事件 这样才能够在正确的战略方向的指引下 成功的案例和各类激励因素不断积累 相互激发 助就着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这样的时候 中国才能够持续和超常规的发展 成为一个常态 那么在这个地方 很多人一直会说什么 中共极权啊 西方民主啊 请你把这些思想 这些意识形态 抛在脑后 扶在底下的 是符合客观规律去做事才能够成功 不论你是民主体制 你是资本主义 你是会社会主义 你是共产主义 这都是外在的一个名号而已 重要的是你辅美辅合 这个社会应该发展的这个道 那么中国最重要的 坚持了哪些 承认和保护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利益追求 这是不管你是哪个社会 都要符合得到 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 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只有重视保护知识产权 每一个 有能力 有独创精神的人 才能够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 同时让这个社会良性寻款 并且中国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和很重要的一点 政府的导向作用 我们要知道 政府 是提水的那个影子 很多的东西 民间资本一定要等市场培育到一定程度 才能进入 而政府可以在市场并未培育之前 就已经提前投入资源 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事件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 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 他们互相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慢慢企业加阶层开始成长 并发生重要作用 我再三强调 扔掉所有你认为的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里面同时都有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 如果你只偏于一边 你这个社会一定会出大问题 只偏于政府这只手 苏联解体了 只偏于市场经济这只手 我们看到无数的第三世界国家 永远走不出困局的原因就在这 政治和经济从来没法分开 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 我们说从中国立国到现在的历代中国领导人 或者说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从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 中国领导人就把政治稳定 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而为什么这么多的发展中国家 没有做到能够快速发展 问题就在这 他们忘记了政治稳定 是推行其他经济改革措施的唯一保证 而很多国家被西方忽悠 也就是在这 他们以为民主是灵丹妙药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事实如何 我们现在都已经看到了 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问题 包括这一次的疫情 我相信 中国道路会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会得到应用 而西方很多国家 也会反思今天自己的政治制度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同时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政府也在改变自己的职能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和民主的要求的日益加强 这也是中国不断在改变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视频 包括中国 在疫情当中管化容颜的时候 警察会说一次警告 两次警告 三次警告 然后才采质行动 你有没有发现 中国在走向一个 以法治国的道路 中国每一个成功的省 甚至每个成功的地区 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 其独特的处在于 激励经济发展的不同变量 做出极不相同的贡献 但是在本质上 又是相似之处的 你看到没有 中国是一盘棋 但是中国每个地方都又是不同的 同 同且和 这是未来世界 要发展的方向 我们既认可不同 但是又知道全国的一盘棋 而你极端认同 而回避同 那你是一定不成 那么中国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几千年代的文化的 持久性 和凝聚性 这一点让中国这个土地上的人们 能够忍受其他国家不能忍受的震通 在改革 在改革初期的时候 大规模的下岗 大规模的人员失业 这在其他国家他做不到的 总的来说 中国发展的增长奇迹 是适应外部环境改变 凝聚社会共识 调整基地结构 发展 生产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优势 也就是初期我们的价格的确便宜 和文化潜在力量的结果 这个道理非常浅白 但是却极其深奥 每一个其他国家都应该好好思考 我认为都应该去看那一本书 经济发展的历史 往往有惊人的相视之处 但未来中国的发展 不可能以 任何以往任何国家 自身历史的重复和再现 和早期发达国家不同 中国面临的发展是符合性 而不是线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挑战不会简单化 而是复杂 但是机会将伴随着挑战 同时出现就如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我认为这一次的新冠疫情 就如上一次的次贷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一样 给予中国再一次向上腾飞的机会 未来中国必须要做出两件事 注意哦 它是一九一二零一三年说的 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 逐步成为内生性需求大 当当时他说的时候 中国的外贸依存度 超过百分之五十 而今天中国的出口益存度 只占百分之二十以下 第二点 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 提升服务业比重 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 秉赋相匹配 那么今天中国这个 七八年 大规模的新技术的诞生 应用 无现金支付的彻底普及 AI大数据的 对于城市管理的大量应用 高效节能体系的建立 这一切都在这七八年里面 成为现实 他还说到 中国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 新要求最重要的一点是 让中等收入者 占比为中国的大多数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正在不断的达成 而西方是怎样 西方是极少数的人 占有整个社会的 极大多数的资源 这是每一个国家要去反思的 还有一点是 加大教育的投入 让公立教师的收入 能够超越整个社会的平均数 改变整个落后的习惯 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 是减少贫困和提高中等收入 比重的根本出路 各位不在中国 如果你来到中国的话 你会发现 公立学校的硬件条件 会比私立学校更好 我的朋友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的孩子来到马来西亚 看到马来西亚的独钟 学校 他们说他们的这个这个 校园怎么这么差 大家请注意哦 这些马来西亚的校园 二十年三十年以前就是这样 那时候中国的校园 无法比拟 大家请看看这样的巨变 最后我再说一点 他提到 在全球化曲折发展的形式下 中国的确要建立一道 安全的防护墙 这个防火墙 在那个时候提出 我们现在有没有建立到 建立到了 这就是真正扩大那些 稳步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不断加强教育 推动城市化的有序发展 使中国成为市场规模 巨大的创新型国家 这不是门罗主义 或者孤立主义 而是在开放前提下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 理性选择 而这次新冠疫情下 中国能够形成孤岛 未来会让更多的国家 加入这个孤岛 正是这一些 精英中国团队 前瞻性的看到世界未来 为中国的发展 拟定了整个大战略 所造就的结果 这一个视频 我相信 信息量可能很大 但是我的确也希望大家 能够沉下心来 把这个视频能够看完 当然 也希望大家 去把这一本书 找来好好仔细看 我再次说一下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两次全球大危机的 比较研究 诗之后 无谓说 我是安平台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 去看待世界 把自己所有的一切 意识形态的 先见的 意识 给抛弃掉 再见